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但凡是考到施工程序的东西容易建立 所以这两个考点你要作为重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地上钻 地上钻这一部分先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地上钻 它常用的仪器和设备 那首先我们不是前面说过了施工阶段 先从入图点把导向孔钻过船一段 从出图点出来 然后你要把它的直径扩大做扩孔 然后再回拖对吧 这样三个阶段 那我们在前面去做导向孔的钻进 就跟定位直接相关了 所以第一个你做导向孔钻进的时候 用到的设备 这个咱们叫做定位钻机 啊定位钻机 你看这个设备有什么特点 它是能够把我们钻进的钻杆和钻头 调整和地面的夹角 把它抬起来 这样的形式 那中间用的钻杆 我们做的是中空钻杆前端接上钻头 然后以斜直线形式入土就行了 这样的方法 那我们后面会让你来记着入土的夹角 好 那它只要带着钻头钻杆把一个压下去 再接一个新的钻坎 再继续往前钻进压 然后再去接再去压 所以在施工线场是要准备好多钻杆的 而且要保证钻杆和钻杆之间的连接稳定 那这些中间是做中空 后面就会有泥浆在里面压入 进行循环和保护的工作 那我们说要按照设计的轨迹做钻进 你怎么知道它钻的地方在不在轨迹上呀 我们需要在前端去做一个探测位置的装置 这个咱们主要是通过导向仪来实现的 那么导向仪它有感应装置和地面读取信息位置的仪器 由地面工人手持仪器监控地下钻进的具体位置 那我们可以去直接对它做纠偏的调整了 当我发现和预计的轨迹出现偏差 那我们就调整钻机 那比如说啊 现在我监测到它出现向左偏差了 你怎么调呀 我们调钻头 调钻头的倾斜方向 就可以来调整它的钻进方向 所以这个是在钻进过程中做动态控制的 由人跟着它的钻进进行监控就行了 好 那么知道了这样的原理之后 咱们前面不是说过比较关键的 就是你要先做轨迹设计 然后再去做导向孔 扩孔和回托嘛 那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动画 来快速的回忆一下 前面解释的非开槽 不开槽的方式 定向钻是怎么做的 好在水平地下钻里面 我们是需要先来进行方案的设置的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来把你想要穿越的这一个范围 它的地下水文地质状态 然后障碍物 地上地下的这个既有结构的情况去做信息的收集 然后我们再来做合理的轨迹设计 那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去做穿越的一个轨迹的基本形状 那我们从入图点到出图点来看 这个位置是入图点 我们会有入图点的融僵尺 然后这个位置是出图点 它会有出图点的泥僵收集尺 整个的轨迹是有五个部分构成的 入和出都是两个直线段 然后两个曲线去做连接 中间是水平直线去做穿越 那这五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两个曲线这儿 它的曲率应该怎么去取 然后就是我们水平穿越这个范围 它上部这个足够的附图要保证安全 好那么做好轨迹设计 后面咱们的第一个阶段 导向孔的钻进就要以轨迹为基础依据 那在我们入图点的这个平面布置里面 咱们是需要来保证有泥浆循环的系统 它要有泥浆的沉电池 泥浆的制备钻泄分离等等 要把好的泥浆直接导到我们的机械中 那用到的导向孔钻进的机械 叫做定向钻机 现在在我们图片左边去展示 就是定向钻机 它调整好角度之后 可以以斜直线的形式 把钻杆和钻头直接压入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入图的过程 那入图这里面是要有入图角的确定的 这个我们现在维持的入图角 是控制在6到20度的范围 那绿色这个就表示了钻杆 前端这个范围是我们设置的钻头 压入钻杆再连接新的 那么这个在我们向下钻进的过程中 它用到的原理是跟钻孔灌注桩里面的正循环 基本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过程 那泥浆由钻杆中心注入 由钻头喷出 是不是携带着我们切碎的钻渣 再回到入图点的溶浆尺 溶浆尺会连到沉电池 然后我们再去做钻鞋分离 好的泥浆再供过来就可以了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去做导向孔钻进的时候 对它的线路监控 这是利用导向仪来实现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地面 由工人直接拿导向仪 作为我们下部的信号收集 在钻头这里面会来放置信号发射的装置 我们来监测它的埋身 还有轨迹偏移的情况 如果出现偏差 做小角度纠偏就可以了 那随着我们的导向孔钻进 随着控制它的线性 那一直到 从我们的出土点出来 那这个位置 我们的斜直线入土和斜直线出土 都是接近20米的长度 在出土这里面 我们取的出土角 跟地面夹角是4到12度的范围 那这样我们第一个阶段就完成了 第二个阶段是做扩孔 第三个阶段是做回托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执行扩孔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扩孔钻头 它直接由我们前端的导向孔 反向做引导把孔径扩大 那这里扩大的孔径 是要比我们正常回托管道的直径要大的 后面咱们会讲到扩大的范围 是1.2倍到1.5倍的铺设管路的一个直径 那另外我们在最后一个阶段去做回托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里面 就是回托的发送装置 它在这里面用的是滚筒支架 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回托管线 先调整到这个出土角的一个斜向的角度 保持并不是水平跟地面摩擦的状态 那在整个的施工过程中 我们做导向孔 包括扩孔 那还有最后的这个清理的工作 都是要由泥浆去做填充的 那现在是我们管线就位的过程 那当我们完成了扩孔一定要注意 扩孔之后是要跟着泥浆清理 然后我们在整体管线回托之后 它端部是不是露出了一部分 需要来检查露出这里面有没有明显的防腐层的磨损 来验证我们回托中有没有对管线质量造成影响 最后是不是管线跟周围地层之间是有空隙的 这个要通过柱浆去做填充 否则会引起沉降或者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变形的问题 这个就是水平电像钻的施工程序 好经过刚才动画演示 相信大家对这个前后阶段又有了进一步的熟悉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跟你讲技术细节了 那你说你第一阶段是做这个导向孔的钻进 我们不是要把轨迹一定要严格的做出来吗 以轨迹为依据再去做导向孔 所以轨迹设计必然是在施工之前去做的 这是我们在考试中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你先把适用范围和设备要求掌握住之后 一定要把核心重点放在导向孔 就是它的轨迹怎么去定的 这是容易出现考题的地方 那我们先把前面施工准备一般要求过一下 这个出题的概率就降低了 那第一件事它说你要勘察什么 这不是通用的吗 我做地下的一个隧道 我开个草呀 我按挖呀 不都是一样的要求 你得知道它的土质水文环境其他的障碍物 还有我们这个埋身之类这些信息啊 这种东西你想信息谁给你提供的 资料呀位置呀 都是建设单位作为他们提供的责任主体 所以如果必要的时候需要指认现场位置了 需要来进行这个资料的澄清了 你都找建设单位就行了 那后面在准备中做探测 这个不就是一下子想到 我们前面有开挖过程中对地下管线的保护吗 那必要的时候 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坑碳等等的工作 一定要在介绍单位的组织下来进行 由我要穿越的这个结构 它的管理单位做现场的指认 好 那么钻进设备做维护调试验收 不要忘了验收 所有机械设备 不管是干什么用的 进场一定要验收 那焊接和溶接的话 是你的回托管线 它要在地面加工连接完 质检合格 做好外部的防腐保护 再往回做 所以这个是属于需要质检合格 才能往回托的 那施工方法的话 告诉你土质条件环境要求 你想一想这个不开槽的方法 咱们第一节 集水排除管道 不开槽方法中给出了 定向钻和夯管排斥什么地层 沙卵石和寒水地层 对吧 所以这里告诉你了 不要选择在立石层去铺 碰到沙卵石的话 它可能颗粒比较多 容易滑破防腐层 容易滑破保护层 你后面就修不了了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好 这些都是常时期的问题 快速过掉 那从这个内容开始 就来到施工程序的重点了 一定要把轨迹设计放在前面 轨迹设计 我们有五个部分构成 那你要把每个部分的名字记下来 首先我们想穿越的是中间这个河流 那么它从入土点进去 从对岸的出土点出来 好 在入土点进入的时候 我们的轨迹第一段就有了 这叫斜直线入土 好 这叫入土的倾斜直线段 跟它对称的出土也是倾斜直线段出去 那我想要往下下降标高 再去做水平的穿越 所以是不是需要通过一个弧线去做标高的调整 那这里面就来到第二段 叫入土造斜段 好 对称的出土造斜段 把名字背进来啊 然后我们是不是到了底部标高的位置了 你就选择水平穿越就可以了 这个是直孔钻进段 好 那么三个部分构成 看形状的话 就是斜直线 曲线 平直线 曲线 斜直线 看名字 就是两个入土出土的倾斜直线 两个造斜段 一个直孔钻进段 好 这样我们就把它组合起来了 那这里面是一道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直线段其实是比较好控制的 是不是曲线这一部分比较难呀 我们书上就给出了 你这个曲线 它造斜的时候 半径应该怎么取 那咱们书上是列了两个公式的 那这公式咱们一会过去看去啊 就是你关注一下 它是跟材料相关的 做钢管呀 做化学建材管呀 我们所给的直径半径取的不一样 那那个公式 它单独考的概率不是特别高 它要是考那公式的话 一般会把所有条件都给你 所以我们一会快速过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轨迹 你用什么方法设计出来的 这个需要计啊 用做图法或者计算法 两个方法去确定轨迹 到底怎么分布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半径怎么选啊 你一定要区分开 是跟着材料相关的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是钢管 第二个是PE类 就是化学建材的类型 很显然上面更硬 底下更软 但是不管是偏硬的还是偏软 它俩都属于柔性管材 就是能变形的啊 然后钢管这一部分所给的去去做造写的半径 这个R1 它取的是1200到1500倍数的钢管外径 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扩大倍数 否则你虽然是柔性钢管 它其实在局部产生变形量还是比较小的 你要通过管断的积累 才能产生这样的变形量 那一定是1200到1500倍数的钢管外径 人家如果告诉你钢管外径是一米的话 那你的弧形的半径 弧形的半径最小最小取到1200米 注意扩大倍数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化学建材 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发生变形量 因为它比钢管要软很多 那我们在这儿取的转弯的造写的半径 它是1乘以2 这个E是变形的弹性膜量 第二是化学建材管的外径 然后再比上两倍的弯曲应力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点的话 它涉及到有一个变形的膜量和力之间的比值 如果是钢管的话 咱们直接就取倍数 好把这两个字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知道就行了 就是后面如果给你条件 知道带到哪去啊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把半径确定好 它的造斜段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那紧跟着我们再记一下两个角度 就是一个是入土角 一个是出土角 这个是要背数字的 入土角是斜直线进去和地面的夹角 把它控制在6到20度 出土角斜直线出来和地面的水平夹角 控制在4到12度 一定要把数字背起来 那它可能会给你一个数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我就说啊 我取五度作为入土角和出土角 这个做法对吗 出土可以 但是入土就小了 对吧 它贴地面贴的太近了 不行 你一定要给它分开做判定 那到底这个角度是咋定的 是随便开脑门想 我就定了吗 不是啊 这个是需要来通过经验值 还有根据曲线长度设备的定位去做综合考量 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结合现场情况和经验共同确定的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后续还给出了像钻机啊导向仪的要求 这就是机械设备的使用要求 首先在定位钻机这儿 那告诉你 以回拉力估算值小于70%啊 来作为这个整体的依据 就是你选它的钻机能力 然后结合工艺和现场条件做具体的细划数字就行了 导向仪的话 就是你往底下走的时候埋了多深 你要准确的探测到这个信号 所以导向仪就是能够去做有效监控 它直接就是和深度直接挂钩的 就它肯定是以深度为关键判定点啊 所以这两个就是你读一下就行了 如果说让你来找我们这边的额定功率要取多少 就是以回拉力估算值啊 小于等于70% 作为判定依据就可以了 这个它如果出就是选择题 所以你读两遍过掉 上面这个数字重点去背 容易考到图片中 回到刚才的轨迹里面 就是这个是入图角 这个是出图角 6到20 4到12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面走 好 那么轨迹设计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进行导向孔的钻进了 所以你导向孔的钻进的时候 就是钻杆压着钻头往里走的 那我们在这就给出了导向钻头该怎么选 然后你完成导向孔之后 它不是要接扩孔钻头往回扩孔吗 那扩孔钻头又怎么选 所以这两个是可能会给出我们钻头如何进行选择的 它是在第一阶段导向孔的时候去用的 这个是第二阶段扩孔的时候去用的 这两个最典型的判定依据就是你要找地层 地层越硬 你给的钻头它的施工效率要越高 钻头本身也是钻进效果要越好的 那一定是以地层为核心 以地层为核心 只不过做扩孔这一部分 因为它的管径做的大了 所以你这个管径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选择依据 除了这个还有就是扑罐长度 施工工艺 就是重点记这两个 它如果让你补的话也大概率是补这两个东西 好 那么其他的你说这么多名字你都能记得住吗 不可能 你就找变动趋势就行了 你看我们这个土 从淤泥制黏土到软黏到沙到岩石 是不是地层越来越硬 同样的道理 松软地层到硬土和岩石越来越硬 你看随着岩层地层越来越硬 我们在钻头这是怎么去选的 如果说是淤泥制黏土特别好挖 你看它用的是较大掌子面的铲型 你想象一下我们工具上不是有铁仙吗 铁锹对吧 面比较大 一铲铲软土形 如果是硬岩你铁锹是蛇了 所以它必然是好切的土 我就把面放大可以一次取土量比较多 如果是变硬了变中等掌面的铲型 如果又硬了小锥形掌面的铲型 好这是前三个过渡下来 后面你再去用铁仙铲土 它硬的就铲不动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需要有一些钻进旋转上挖土的形式 就不是铲面了 那如果是碰到沙粒石 它对于钻头的磨损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时候你选择相焊硬质核心 能够减磨能够保护钻头 中等尺寸的弯接头去做钻头的设置 如果进到岩石层 岩石层就是一定要切削磨岩层的效果好 所以这个是钻进效率最高的 最强大的一种钻头 那用泥江马达驱动的牙轮钻头 或者是气动冲击锤 直接进岩层去砸就行了 这样的形式就是土层越强你越强 而到了扩孔这里面 它要把孔径扩大 当然你选也是跟着地层作为核心的 你看最软的这个是挤压或者组合 到了偏硬一点就来到切削效果了 或者是组合形式的 如果更硬的 你就开始用牙轮组合 就是想一想不好咬 上牙齿类型 能够有一个咬合切碎的关系 所以它也是越来越强的 那把这个变动的方法 我们去做一个判定就行了 那考的话 如果说考这么多细节数字有一点过分 其实有点过分 就是你在记的时候 最好是把它变动趋势能够记住 然后尽可能多读两遍 加深印象 那给出这些钻头的名字 能够有效的快速判断 谁是效率比较高的 谁是比较好的 带牙的 想一想咬 咬牙切齿 对吧 所以这个土它不好钻 累得你咬牙切齿 这样的形式我们再给它匹配钻头就行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 以平面图的形式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定向钻的时候 它起始入图点和出图点分别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场景 就是正在做入图点 马上要推进这个钻进 我首先先把墨迹给大家调成红色 好那么在这个平面图里面 它可能会考到的一种考法 就是说我们在定向钻的始发点 入图点 平面不止应该不止哪些东西 你需要把我们现在这几个分区重点去记一下 第一件事 它做入图的钻进不是要有定位钻机吗 所以必然现场要有定位钻机的位置 第二个我要用到好多钻杆往里面接 它必然要有钻杆的存放区域 以及我们要想一想钻进的过程是怎么去实现的 好你看这里面是入图点 那么它首先有了个入图点溶僵持 我们现在把它钻的这个效果做一个放大 假设我现在放大化的是它钻出来的孔 好这是我们钻出来的孔 那里面不是中空钻杆接着钻头在进行钻进吗 中空钻杆它是持续不断的有泥浆压入的 在钻头喷出泥浆 然后携带钻渣被顶回到入图点的溶僵持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像正循环 我们前面在说钻杆转的时候不就是正循环吗 压力往里压浆带着钻渣流出来 那周围这些泥浆是不是还可以起到一个护壁的效果 还可以起到润滑降温的效果排渣 这就是个正循环的原理啊 好那我是不是把渣带着泥浆就顶到了溶浆池里边 那你溶浆池不能一直积聚在这 可能会造成一些预堵的问题 所以它需要经过泵管把这里带着渣的泥浆抽到沉淀池去 粗粒镜的地层渣图给它排掉了 然后我们不是还有一些颗粒没排镜吗 把它引到钻屑分离设备啊 钻屑滤掉了 钻屑滤掉之后好的泥浆再供回到钻机里 如果泥浆量不够了 再去进行泥浆的制作引入钻机里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正循环的循环呀 对吧 你把好的泥浆送进来 带着渣排出去 经过过滤好泥浆再回来 就这样循环就行了 所以鉴于这样的条件 在入图点是要放溶浆池的 入图点有溶浆池 要有沉淀池 钻屑分离系统 泥浆制备系统 除了这些整个工艺原理的过程之外 是不是还有办公室呀 或者是围挡呀 生活区呀那些 对了 那个你在家平面布置图去想就行了 所以这是我们经由入图点的 整个定向钻机定位钻机的 工作原理然后贴出来的 他现场平面不止要有什么 如果考你这样的题目 大家要会做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在导向孔钻进这 你把图片看懂了 那么他这个钻机工程要注意什么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钻进施工的要点了啊 第一件事他这里所给的第一条放出了好多钻进出气的要求 这个是容易出考题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条目大家要作为重点啊 告诉你必须要先试运转再做钻进 就是不能钻机马上就贸然开启 因为你前面的那个钻头效果啊 它的压力等等方向等等 我们都是要慢速调整的 一定是能够保证正常钻进 你再开始 所以必须要先做试运转 那我们初期所给的速度都是相对比较慢的 后期才会调整成匀速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先做慢速试运转 然后再来到正常速度 好一定要维持匀速钻进 如果你钻进速度一下子加剧的话 可能会生成导向孔的摊孔的问题 因为你一将还没有生成有效的保护 那小角度逐步揪偏 千万不要等到偏斜杖过大再调整 我们不是钻的时候始终工人就跟着来做监测了吗 发现揪偏赶快调 发现揪偏赶快调 如果偏差过大 你只能拔出来重大了 所以这个重点注意一下 那我们既然说偏差不要太大 对它的限制偏差的范围 一般都是不能超过中孔孔径的一倍 如果到这个尺寸就是偏的有点多了 你要给它重新去施打 好那我们再看 第一根钻杆 这个轨迹偏差到这了 那别的没有什么了 第一根钻杆入土的时候 轻压慢转 轻压慢转 就是它刚开始进到地层 还没有地层包裹住 是不稳定的 你要是钻压给太快 这杆于蛇 咱们前面看到的杆不是比较长的吗 对吧 狭长型的杆 所以一定要轻压慢转 入土段出土段直线段长度控制在20米 好 入土和出土的直线长度控制的数据 你要给它记住 它不是斜直线进去吗 这个地方有多长 20米左右 那另外探测的话 是每一个钻杆要进行距离深度侧向位移的探测 曲线和有相邻管线 怕造成旁边的变形 怕自己钻偏都要加密 好 这是我们初始进行钻进的要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钻进过程中 它第一个导向孔钻完 这个全过程不是泥浆都跟过去了吗 做排扎 做护壁 做润滑 做降温 那当我把它贯通从出土点出来之后 你就要接上扩孔钻头 继续扩大往回走 那你想这个过程我们要加泥浆吗 当然要加泥浆了 因为刚开始的细径 你是导向孔去保护 导向孔我们是泥浆去保护的 你扩大之后 它摊孔风险不是加剧的吗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要有泥浆去做天充 排扎 护壁 效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扩孔这一部分 首先关注一下 就是扩孔它钻头的连接顺序 这可能会考你一个排序的问题 那它是钻杆接扩孔钻头 接分动器 转换泻扣 再接钻杆 就是左右打头式钻杆去接的 中间先扩孔钻头 把直径扩大 再通过分动器和泻扣 进行后段的连接 在接长分段的位置还是钻杆去做过渡啊 这样就行了 所以把这个顺序排一下 头尾是一样的 前后你知道谁先谁后就行了 一定是先去做这个扩孔的后面再接设备 然后扩孔的时候 它可以一次性就扩到设计的尺寸 也可以我一次就扩大一点 再多做几次 这叫分级扩孔 那分级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那分级扩孔 它有极差的要求 咱们后面是要背数字的 一般极差是控制在10到15公分的范围啊 那扩孔这一部分给的要求 我们就不再去提了 你就注意它可以一次做完 也可以分次做完 都行 都是对的 那回扩钻头 前面不是打了个表格吗 从松软地层到硬的沿层 你越往后钻头越强 到最后了 开始进到牙轮式组合式 我们前面说 累得你咬牙切齿 对吧 同样的道理 它在这相对于重复了一点 从软土到硬沿 就直接做两个层次的过渡 你看从洗刀组合式 到组合硬质合金 牙轮扩孔钻头 对吧 就是偏硬的嘛 硬质合金也是不容易被磨损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类似前面的 去做扩孔钻头的选择 就是扩孔器 它能够适用地层去做挑选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需要你记数字的 一次扩孔就直接达到中孔的直径了 如果是分几的话 告诉你几差是10到15公分 那最后当你完成扩孔之后 那我们是不是这里面前端扩孔钻头已经扩大了 它是后面要回托管道的 所以你这个孔一定要比管道大 所以我告诉你中孔直径的尺寸 你要背下来 中孔外面钻的扩孔之后的径 它要达到我们回托管道 它整体外径的1.2到1.5倍 就比如说你现在回托 回托的是个800毫米的外径 80公分 那你至少至少承孔的时候 是要达到它乘以1.2倍 这样的一个尺寸的 就一定要够大 那够大的话我们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就是你把这个管道回托回去之后 它是能够顺畅托回去的 但是是不是和周围地层有很多凤样 所以这个凤怎么办 你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它可能上面就要发生地层变形沉降了 如果旁边有一些机油管道会跟着发生位移 所以对于这样的凤体如何处置 我们书上没有做细化 这个后面是要通过筑浆进行天充固化的 相当于你要把沙浆浆的类型天充到这个外圈 把周围的凤里的堵上 要不然它后面就会造成地表沉降变形的问题 还可能会造成我们管道自己的锈石和破损 所以这个功法是也需要去掌握的 只不过书上没有细话说它 然后另外就是扩孔要严格控制各种参数 在铺设管道之前要先清孔再铺设 因为你把它扩大钻进之后 这里面不是还有很多渣吗 如果你渣排径的话 它会影响回托 而且这些渣积居在底部是可能会损伤管道的 所以先清干净 清的时候清孔用什么情 用泥浆情 用泥浆去排就行了 所以它在回扩的过程中 是泥浆做护壁做排扎的 清孔的时候也是通过泥浆的流动去清孔的 最后我们回托完成 往周围打的浆 不是流动性质的泥浆 而是通过沙浆类型 有固化效果把这个缝给的添上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那另外我们再来到这个回托的点 刚才咱们那个阶段 不是入土点做了导向孔的钻进 然后从出土点我就要做扩孔 做完扩孔之后咱们就要回托了 所以后两道工序它都是在出土点去完成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在出土点这一部分现场平面布置跟入土有什么区别 好那么在这个出土点的视角里面 我们会发现这就是出土点出来了 它跟地面的夹角是多少来当 4到12对吧 好那我们紧跟着后面接的这个白色是什么 就是扩孔钻头 然后你扩完孔之后也清完孔了 绿色这一条是不是回托的管道 那我们可以看到回托的管线 它在地面是已经完全连成整体的 所以在回托之前有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管道它自己的管身已经完成对接了 汉凤质检也合格了 该做的实验做完了 周围包裹了防腐和保护 并且防腐和保护质量也检查达标 这样的前提都满足了才能往回托 因为你后面就查不到它了 所以这里重点注意一下啊 以及我们这边是斜直线出土 所以如果你把管道放平再往回托 是不是会造成磨损损伤 甚至接缝的开垫变形 那我们就必须要把管道回去时候 调整成跟斜直线一样的轻角 这样不会造成大的变形和损伤 那这里面我们就要去学发送装置 发送装置的目标就是把回托管道 抬成和出土角一样的角度 让它顺畅的回去 好这个点里面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图中是不是放了两个支架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发送装置 叫做滚筒支架 在这个支架身上我们有两个圆柱体 好那你在往前进行拖拽的过程中 它就把摩擦的这种变形啊 给它转换成了滚动的 就是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 这个是能够保护我们构架的外表 不受损伤的 那这是直接通过矮的支架和高的支架 调整成了需要的轻角 好那么另外我们前面说了 去做导向孔的时候 扩孔的时候 回托的时候 都是有泥浆去做保护的 那么这个泥浆 要在入土点和出土点之间进行贯通 进行清理 在里面还能去起到护壁的效果 所以入土点有溶浆池呢 出土点是不是也有呀 这个我们叫做出土点的泥浆收集池 好比如说我们清孔了 清孔你把泥浆都挤到这边 那么它就也需要通过泵管 抽入到钻泻沉电池 把粗粒镜滤掉 然后再把好的泥浆回收回去 送回到入土点 再重复使用就行了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循环 后期的排扎 我们就会这样的循环来做了 因为它一端是口 一端是出 这样的形式啊 那除了这个点之外 我们在这可能会卸掉一部分的钻杆 所以这个时候就通过钻杆的存放啊 去做它的控制 拆下来的我们就放好 拆下来我们就放好 因为这是循环可以利用的 那其他的必要的机械设备的停放 再流出来就行了 因为这一部分你不用做僵 所以它在平面布置上 是不是占地面积会更小呀 那可能会出现一些挑选 作业空间作业位置的题目 比如说告诉你 我们之前曾经考过类似的 好一条路在这儿 这边是好多密集的建筑物 这边是绿地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位置 给它做一个穿越的定向钻 做一个管道 那你要在A点和B点去选始发点的话 入土点从哪做入土呀 当然是空旷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平面布置上 需要的空间更大 出土点的话 你只要提供我们这块的几个小池体就可以了 刚才入土点不是放的东西非常多吗 所以可能会考到我们这样的问题 一般在18点都是平面布置要求很高的啊 所以你把这个原理弄清楚 好刚才说的发送装置 这个要作为重点 我们在教材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发送装置 就是除了去做滚筒支架之外 还有水力发送沟 水力发送沟就是我们在修这个沟体的时候 把它的底面修整成和入土清角一样的角度 你把它放下去就不是水平摩擦 而是斜向的能够直接顺畅进去 这个也是可以 但是它是一刀线下开挖 所以可能开挖量会偏大 那我们从实际使用的角度 这个用的会更多一些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 它铺设了一些细节 大的前提一定是清孔之后再去做回托的 所以不要忘了这件事 扩孔达到中孔要求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清孔完成再进行 这两个缺一不可 直径达到要求了 杂质清干净了 否则进去是有风险的 可能进去出现损伤磨损 或者是局部就无法前进了 然后回托的时候是反向从出土到入土 匀速慢拉和最开始做导向孔一样 一定要维持匀速 不要升拉硬拽 严格控制各种时空参数 把发送装置要背下来 好周围的缝隙告诉你 进入设计位置之后 钻孔和管道之间要做填充 用什么填充 就是往里面去填充浆 比如水泥沙浆 给它封住就行了 但是如果人家说泥浆不对 泥浆是做护壁的 是做循环的 对吧 那个不能填充 你这个是要把缝堵上 要生成能填充缝体的这个材料 那另外我们在泥浆的配置要点这 这个点它就是说的位置不是特明确 我们在前面做导向孔 阔孔和回托的时候都要用到泥浆 它是做润滑 排渣 护壁 冷却 这样的效果 那在每个阶段都要用 最后你就位之后 这个不是泥浆 再强调一下 它添的是水泥沙浆类 是堵放的啊 好我们看一下泥浆配置和使用的阶段 那注浆范围是导向孔 钻进扩孔 回托的时候都会用 这是回托过程中去用 去做润滑 不是最后啊 再强调一下 另外泥浆的要求跟着地层 还有我们这边参数做控制性 这个就直接读两遍 泥浆的配置是在搅拌设备中去做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入土点的 泥浆制备的系统在那生长就行了 那我们如果说有一些回收利用的 比如说出土点 从钻屑分离的实体里面抽回去的 你回到入土点的位置 要重新做钻屑分离好的泥浆再循环用 不要直接拉过去就循环用 可能会读广啊 好 那我们这里注意一下配置的要求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特殊情况 就是跟我们之前学过点一样了 你说你这个特殊情况用权记住 我们不用你读两遍遍了 就知道一看就明白 它不是正常的现象 它有一些风险 有一些变化了 那你就不要再施工了 再施工可能就加剧了 所以出现这些异常情况 统一怎么处理 停止 找原因 上处理措施 验证措施生效 再继续 就这个流程啊 做夯管也是一样的 前面陈入庄也是一样的 干什么都是一致的 就只要是异常情况 我们就先停 就这个道理啊 然后咱们在这需要给大家再来补充一个点 就是我们刚才说筑浆这个问题 咱们书本上并没有给你如何进行 往里面打这个浆 添冲缝隙的水泥浆 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压管筑浆的方式 比如说把筑浆管引进去 但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回托线路 其实做的也是比较长的 我单纯从一端去压 另外一端出的话 它排的效果不好 可能局部就筑不满了 而且我们是往下走 所以你从口往下筑浆 肯定效果不好 那往里面延长去布管的话 你不开始随着管道拖进去 在后面就很难进入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考虑筑浆的问题 这个筑浆管要跟着回托管线 同步进行拉入 同步进行拉入 那很多时候 我们会选择一种盘管的形式 比如说我胳膊是一个回托的管线 它要穿越底部过去 已经就位 那你后面再在它身上放管 你放不进去了呀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办 在生产它的时候 管身上就缠绕了筑浆管 盘管 这个筑浆管身上都是花孔 都是能出浆的花孔 然后我们一起拖进去 拖进去之后稳定就位了 我是不是从一端 往这个盘管身上打浆就行了 把这个浆进入盘管 通过筑浆孔就溢入了孔隙 然后我们不是缠绕的状态吗 四周空隙就都能填充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常用到的啊 我们稍微去延伸一下就行了 那你其实可以在这去想一想 我们施工也可以在这补工序 就书上给你说的是阶段 那工序上你排一下这工序 我们一起来顺一遍 就是做定向钻施工的时候 第一件事一定是做轨迹方案的设计 好 先把它做好设计 施工准备必要工作做完之后 现场平面布置也布置完了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导向孔的钻进 这个导向孔是不是用到泥浆了 所以它前面一定是提前把泥浆已经做了制备的 导向孔钻进了 导向孔钻进是不是一直持续到末端 从出土点出来 从出土点出来之后 我们要接上扩孔钻头 进行扩孔的工作 同样泥浆在这儿也是要做供给的 好 扩孔之后你要干什么再去做回托 要先清孔 千万别把清孔漏掉啊 千万别把清孔漏掉 这工序就可以考你补工序了 好 清完孔之后 我们再做管道的回托 但是回托之前就要有工序跟它插进去了 你需要先做管道的连接 管道连接的质量检查 再做管道的防腐和保护 然后再往回托 回托之前必要的发送装置先做完啊 然后回托就位之后 再来进行周围孔隙包裹的筑浆工作 好 这样才可以 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把刚才我们强调几个点融到流程里去就行了 它也可以在这去考你程序的补充 包括我们刚才说注浆的方法 选用的材料 因为你添的缝还比较大了 所以水泥沙浆用的比较多啊 好 那我们把整个的定向钻整体程序梳理完成之后 那最后它做什么质检呢 这个就在我们管理部分提出来了 那前面的顶管已经放到了 我们过着管管里面学完了 那么在定向钻这一部分是同样的木刺 页码是在411这一页啊 告诉你定向钻施工完成 你对哪些东西做质量检验 那么这个质检内容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流程啊 就你材料进场的时候要做验收 管节安装的时候要做焊接这样的检查 你做了防腐之后防腐材料 防腐质量也要做检查 然后我们在整体的这个啊 回托之后它的线形啊 你做完了有没有达到轨迹的设计 你要对一下 还有就是导向孔 回托整体施工参数 这不是都留有实验记录的吗 最后等到你完成回托 它就从这个入图点出来了 露出了管节了 你观察一下管节外表 有没有由于回托作业而造成破损 那这个就可以做整体的质量控制了 所以这里面咱们不给大家挨个去说了 它如果说出现考题的话 大概就是来让你补充一下 我们质检缺不缺东西 你就走流程就行 在整个的流程里面去做一个判定 按照它的施工过程去控制就行了 好那我们到这就把定向钻的全部内容给你树立吧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夯管的技术要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夯管的施工技术 那这个支点的话 和我们上一个相比 它考案例的概率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那但是我们在这也会出现一些技术的方向 所以需要大家在这把施工程序给它学明白了 以及我们在设备的实图上面能够判断出来就行 那首先大的前提判定条件 这个是可以直接进选择题 或者让你挑选方法的 那我们先明确一件事 做夯管不能做工作管 咱们前面说的非开挖方式中 就是你做按挖呀修图间工程 或者是我们做非开挖这三种顶管 定向钻夯管 只有定向钻能把工作管拉进去 剩下的都是不允许直接做工作管的 那这个一般都是做钢套管 我们前面说钢套管在燃气管网中干什么用 穿越保护 对吧 就是干这个的 那既然它只做穿越保护 就是你给它做一个保护的套子 这个时候我只要承受上部核载就行了 而且它自身不是精度比较低吗 所以只要误差不超过限制范围 我就能够正常进行保护施工了 保护使用了 那此时你对它的实际施工要求 并没有那么严格 那这个鉴于它考的不是那么的广泛 或者说应用的话 咱们只做一些临时小阶段的使用 所以大概率还是在出选择题的方向 那对于它的施工长度 我们直接给就是短距 不超80米 大多数都是跨越的地段 不是跨越 从底下做穿越这样的地段 那特殊地层的话 跟前面我们排斥的地层是一样的 就是沙卵石 含水地层不适用 那这里又把它的力径做了限制 最大力径不超过0.5倍的外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这一部分就是纯概念点 你想要做这个夯进 它不是穿越了一部分地层吗 所以这个土质情况 包括机有的障碍物 我们都要把信息收集回来 而且这个你要记数字 就是关于附土的问题 附土这个点的话 直接给它背下来啊 我们告诉你不小于两倍管径 同时不小一米 好 直接把这个数字背下来就行了 不小于两倍管径 两倍的管径 人家如果告诉你管径是500毫米 500毫米 那我们取就一米的附土就行了 如果给你是800毫米 你要取一米六 如果给你是200毫米 我们要取一米 那你取最大的数就可以了 那夯管垂这个点 咱们后面还会有对应的信息 所以在这就读一遍就可以 好 这是前期的关于适用条件 关于我们土质附土的基本要求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夯管的原理 那就是像砸钉子一样 把这个管道给它砸到 穿越一段地层里面去 我们要有简易的工作坑 始发工作坑 接收工作坑 上面是我要穿越的道路 现在你有一个管道 跟它垂直交叉 在底下通过夯管 来夯进保护套管 那我们在始发的工作坑中 要把工作坑提供一个作业的空间 就是你需要能够把这个管靴安装在这 低节管子安装在这 还要放夯管垂 后面还要给气动软管 或者夜动软管回转的一个空间 要把操作空间留出来 否则你这个结构是无法进行正常夯进 它不是有一个夯垂的活动范围吗 必须要留够了 好 那以及我们在进行夯进过程中 它夯进去一个管节 是需要再去接长的 所以管道和管套之间 我们会选择焊接的形式做连接 那这个焊接也要在工作坑中完成 当你第一节 它的末端在这的时候 你就要连第二节了 不要等到砸进去再连 就没有作业范围了 好 那么底下就是我们用了一些 气动锚的方式去做夯进 其实道理跟上一个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夯垂形式做了替换 动力装置做了替换而已 那我们其实走的过程都一致 好 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施工程序串一下 第一件事 你的工作井 始发工作坑要保证尺寸够用 所以这个是可以出考题的 就说我们在工作坑中 它的作业面要涵盖哪些范围 那就是所有需要在工作坑中完成的工作空间 留出来就行了 那么这里包括单节管道的这个长度 还有安装的接口的夯管锤和辅助设备 气动软管的弯曲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范围 要能够顺畅的保证至少一节的罐子砸进去 接另外一个再砸进去 这样的一个工作范围 所以这一条需要大家记起来 这是可以出考题的 那紧跟着这个导轨 导轨的话我们首先去关注一下 咱们刚才这个图你能看到导轨吗 在哪呀 在底下这个就是导轨 对吧 这个导轨 那我们主要就是让你的管节提供一个支撑受力的面 它能够在这顺畅的移动 同时我们在气动或者夜动设备这 它也是有自己行进范围的限制的 那一定要保证是光滑顺畅的 那这个导轨咱们要求要安装方向和轴线一致 稳固直顺 夯进过程中没有位移 否则管道就偏了 误差就更大了 那连接器和穿孔器钢管要做刚性连接 刚性连接啊 就是你直接就记住 我们在前面的管靴和第一节之间是焊成整体的 第二节和最后面这一节是焊成整体的 它只有锁成整体进低层里面才会不会失稳 如果你只是活动绞接这样的状态的话 那我们可能咱去脱开了 所以一定是刚性连接 位置正确 中心轴线一致 第一节进入端的管靴制作符合要求 一会儿你要重点去背管靴有啥要求 就是后面这个考点啊 这个是要重视去的 重视去记住的 前面这个就过一下就行了 另外设备经检验调制合格在使用 那要求滑块和导轨面接触平顺 首先你这个导轨不是提供我们夯进的方向吗 那上面这个滑块它是来进行夯管锤平台的一个提供的 那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你夯锤砸偏了 管子也偏了 那另外我们进出洞口保持稳定就可以啊 所以这是属于基本要求 那其中的第一个工作井的范围 导轨的限制 还有刚性连接的问题 这个作为重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管靴的部分 管靴这个点你要加强啊 这是要实途点也能够找到的 第一个不要马上就正视航进 你要先做三到五米的试航 最开始肯定干什么工作都慢 你要把它保持稳定进去 而且还要确定参数嘛 所以这里面我们是慢速航进 正常稳定前进了 你再恢复正常速度就行了 那这个管靴可以理解为 我要把钢管砸进去 它前面就好像你沉井的韧脚一样 需要带一个切土的结构 那这就是管靴构造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做一些钢构比较多啊 那这个首节选择焊接 就是第一个夯进去的钢管 前端焊上管靴 也叫做切穴头 那给大家去找一个结构图 这个图这么多名字 你不用都记住啊 重点盯着我框住就行了 那首先第二个标号就是切穴头 你看指到哪去了 指到这儿 就是现在给你画住黄线这一个 这就是切穴头 它就直接叫做管靴 啊管靴 好你给写在这儿行了 就是我们一般按照书上的术语来打嘛 如果真的考你实土 你打管靴去啊 好就是前端去切土的 它要和后面第一节钢管 在这儿执行焊接连接 要焊成整体 然后尺寸也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儿画的夸张一点 前面切的管靴为了化成这样的 这不是前端能切土了吗 后面它要有一个支撑面 是核金属钢管的管壁 要焊成整体 要焊成整体 但是你要承担它的核载 所以这个端面一定要比管壁厚 就是它的外径要大于钢管外径 15到25 它的内径要小于钢管内径 15到25 也就是端面比壁厚厚 这样我们才能接受这个核载 它们二者焊成整体了 管靴后面设置 碱阻泥浆的注浆孔 好 管靴后在哪 这是管靴 它的末端不就是箭头所指的位置吗 你想你碱阻 你给谁碱阻呀 你不是给钢管外壁去碱阻吗 对吧 我们往前夯进抵抗的 就是钢管和周围地层的摩擦了 所以你在周围去做碱阻 能够顺畅的进行夯进 这个碱阻我们有两种处理做法 第一种就是这个钢管 在夯进去之前 你先给它的管身上 去涂上碱阻的材料 第二种就是 我们跟着注浆管 给它引到 夯管管靴的后面 在这个标箭头的位置 开始出润滑的浆 这个浆不就把周围的管道包裹住了吗 也起到一个碱阻效果 所以当你要找这个碱阻注浆孔的时候 你就盯住管靴的尾巴 如果有管引进去 它也是顺着管道贴进来 从这儿作为末端出口 所以注意找出浆点就行了 就是管靴后面出浆 它润滑的是管靴后面这一节钢管 你就从高管前面去出浆 对吧 找到位置啊 然后另外就是夯进过程中 润滑液抹润滑纸 刚才说过了 就是你提前把管身抹好 再往前送 正常夯进去测量中心线 贯通之后再做最终的贯通检查 那施工中如果出现偏差 要及时纠正 否则的话偏斜量过大 那你可能会造成保护效果的下降 好 那我们管靴掌握到这 除了这些点之外 钢管就是后面这个范围 那另外我们后端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就是夯管锤 那它底下是不是应该去做整体的轨道 那夯管锤底下这一部分的八 就是我们标记的滑块 这个就是滑块 我们这边叫滑车 就是你要保证顺畅 我刚才提到那个点 那以及我们这里既然接的是润滑的浆 那你的浆就要有浆筒 通过连接管路连浆筒 后面这个夯管锤 它的动力来源是在地面上 或者井里设置的空气压缩机 它要去通过气动管接到它身上 给它往里面供压缩空气 然后我们末端这里面是不是成立的 因为钢管不是中空的吗 你这个夯管锤做面积比较小 所以我们需要在最后受夯机力的这个管道末端 去设一个机帽 就相当于我们管道这个位置是有机帽的 能够接受核载 那同时我们中间有土进来 对吧 有土进来 土压过大会影响往前夯进 所以这个地方会设置出土口 会有出土口就是贯通的 土压一大 它就这里面局部往外排一下土 等到贯通完成之后 再把内部的土统一进行排除就行了 所以把图片上这几个设备 能够找到对应的位置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夯进的要点 那刚才说的是第一个管节砸进去了 那你第一节进去 不是漏了一个钢管的末端吗 你需要马上把机帽等等撤掉 然后连上第二节要做环形缝的焊接 好 焊到规定位置 把连接器脱开 然后掉第二节进行接口焊接 那你想我这个焊接作业点在哪呀 它是不是已经把 比如说这边是工作坑的这个进口 把管咚咚咚咚咚咚咚砸到这了 是不是漏了个接口呀 漏了接口之后 我就把旁边第二节给它接在这 所以焊接作业点不就在进口这个范围吗 它要留一个焊接作业坑啊 那你想为什么我们需要说留一个坑啊 这个位置咱们简单化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工作坑 我要往旁边这个路底下去夯管 现在第一节管已经进来了 那我马上就要接第二节管 是不是在标箭头位置焊接 在这儿焊接的话出现什么问题呀 就是你这管子还能动吗 它已经包进去了 是不能动的对吧 这种管是非常典型的固定焊口 什么叫固定焊 这管子不是不能动吗 我的人要绕着它进行湿焊 所以你上半边还好说 底下如果没有空间你就不能焊了 所以在这个焊接作业点底部 我们要挖一个焊接工作坑 能够让人下去进行焊接 所以注意啊 焊接作业是留在接口的位置的 后面我们就循环就行了啊 然后另外夯进过程中严格控制各种参数 这就没什么了 检查变形的情况 这个读一遍就可以 另外排土方式需要记一下 人工结合机械 小口径用气压水压 排土完成之后 把鱼土在接收工作坑中取干净清干净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放管子 可能会影响工作啊 好 然后这个点我们再去看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这个跟前面不是一样的要求吧 暂停读两遍 好 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肉眼一判断 就知道是不太正常的 不太正常了 你就别继续了 停止找原因处理措施 生效之后再继续 好 这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 然后同样的 你把这个程序梳理完成之后 不是还有管理部分的吗 跟质检就挂钩了 那我们再把管理部分提到前面来 还是刚才那一幕进到夯馆了 教材夜码在这儿 好 夯进施工要点这里面 他带一个纠偏测量的问题 就是你每往前夯进多少 就需要去做一个偏斜量的测定了 这个直接记数字啊 每夯入一米做轴线测量 测什么测的是轴线 偏差注意控制在15毫米内就行 这个偏差量其实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说夯馆精度低啊 然后夯入接收工作井不小于500毫米 就是不是在接收井露个头就行了 你要往外伸出50公分 伸出50公分干什么 前面不是焊接完并且处理了外部的防腐保护吗 出来之后你看看有没有破损 就跟定向钻出土口一样 我把管线拖回来 我看他露出来这块有没有损伤 有损伤的话你还需要做特殊处理啊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好那我们这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你把它砸到接收井里面伸进去一块了 那这个咱们后面里面是要不管的 对吧 那我这个管伸出接收井 它底下是不是有个悬空的地方 这怎么办呀 你底下是要填起来的啊 所以两个管端 因为它要承受上部的核载嘛 我是穿越段 这个核载它是扩散斜向往下影响 你这个管子它始终是和上部核载有关系的 所以当我们两端悬空的时候 是底下一定要加支撑的 要做有效的和支撑结构的连接 好那我们再看施工质量的检验标准 这个咱们就依然还是个施工程序 从材料开始到施工过程参数 到最后出土口的一个检查 好这样我们就不再挨个去念了啊 这个是夯管的质量控制 那是不是夯进中也会出现安全问题啊 因为你往地层里面砸东西 它或多或少会影响周边的建筑 好那我们再把 管理里面420173这一幕 跟施关权措施点挂在前面来 那这个是涉及到准备阶段的 还有时日阶段的 那首先注意一下啊 这个内容我们书本就给的是 所有非开挖管道的 所以顶管 钉向钻 夯管 全部都可以通用 就是因为咱们前面三个工法 不是都说完了吧 够热里面讲了个顶管的 燃气里面讲完这两个工法 全部都说完之后 这三种非开发方式 它都要满足这些安全措施 我们统一说一遍就行了 在第一件事这就是451页 告诉你的施工准备阶段做了什么 你做地下的非开发方法 它精度包括风险还是有的 所以前期技术准备参考 顾着管道列举的准备内容 在人员这里面 要持证上岗 要经过安全教育培训 还有工钱的交底工作 所以重点盯着正 重点盯着交底 那另外我们还有就是 有限空间作业人数 这个要重点记一下 不允许单人操作啊 一定要小心安全的问题 现场准备只要是碰到有限空间 什么叫有限空间 就是空间狭小 空气不流通 并且存在有毒害气体的这个风险 那我们就一定要加强做气体检测 必要的时候做强制通风就行了 下井之前先测空气质量啊 好那么除了这个点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在施工中的安全措施 作业区的话 就跟我们前面做正常工作井都一样 就是你做拦截呀 你做高度栏杆等等啊 井口的防护都一致 这个就不重复了 然后到这个施工过程的话 在穿越段 因为它没有在地面上暴露出来 我在地下去做非开挖方法的时候 是可能会出现误差 或者影响周边建筑物的 那你要对周边也做监控 比如说建筑物的变形 管线的道路的 就想一想第三张 明挖机坑的监测项目就行了 剩下如果出现突然减慢和停止 是不是异常情况 然后呢 你要找原因 对吧 所以是一样的一个套路呀 我们要确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有诈案物 然后你处理它 那回转设备用挡板和挡墙做保护 因为这个回转钻机类 它始终都是机械运转中做转动 这是可能会有机械伤害的 那必要的机械伤害 要做隔离保护 定向钻作业人员要有防电能力的安全帽 局员手套等等 所以是在这儿把定向钻的各户措施列出来了 这个大家要背下来 就我们书本上给的几处各户措施 像高处作业的 汉工的 还有去做有限空间 景下空气账不好的时候给了个客户措施 这边给了个地下钻了 要背下来 那另外就是钻进系统压力升高 要保证这个升高之前确认设备无误 确认没有异常情况 不要直接用手触碰 那这个用手触碰的问题 我们又可以讲一个通用点 就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对机械操作 机械它出现异常情况 我们要维修了 所有的机械设备都一样 不允许它没有停止运转之前 你就上手去动它 所有机械只要人 要做人为操作了 必须是机械停转之后 如果是带压力设备 要压力归零之后 你再去做操作 否则会有机械伤害 有风险 所以这个也要重点注意一下 我们前面在铸江 在泵送魂图里面讲过这个点 所以需要重点去关注 好 那我们这边是安全措施现场的控制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夯管的练习题 那补充图中夯管的构造名称 好 你现在看我们现在是往哪个方向夯进 这边是地层往这侧夯进 对吧 那给了一节管道 一个套管 那前面这个壁是什么样 你看它端面比壁后要大 这就是管靴 对吧 直接出来了管靴 那后面戴机帽 机帽是接受谁的盒仔 夯管锤 它底下这个是拖板 或者我们叫滑块 或者叫滑轨 那底下这一根是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去做的导轨 所以这里标C的就是导轨 那导轨是放在枕木上去接受核载的 弧形铁板是在导轨上来让你的管道是有一个稳定的管座 那这个导轨咱们就直接想一想 在前面做顿购法的时候 是不是看过18基座上的导轨 弧形18基座两根导轨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导轨也是要放两根的 好 同时你注意这个焊接作业坑 就是刚才咱们解释的那过程 你要是把钢管夯到这了 它末端在这 你接下一个管道是绕着它做操作 所以底下一定要做焊接作业坑 你贴着管道人就焊不到底下了 所以这是可以出考点的地方 小心一点啊 那这个解析我就不再逐个去念了 好我们再把这一部分的支点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在前端去做施工和安装技术这儿 燃气管道本身就没有考你钢管相关的连接问题 你就参考供热的 在分类这儿重点去被压力级别啊 这是容易出题的 然后到了穿越这儿 基本上这里给的内容大多数都是考多选题的 就是背数字背要求 你盯着随桥辐射套管里面穿合床底 把它的要求材料呀 质碱呀 厚度呀 尺寸呀 背下就行了 而到了飞开挖这个要作为核心 其中要重点去关注定向钻 因为这是我们现在高频出现的考点了 夯管的话就把握住实图一般要求就可以 定向钻全程做把握 还有我给你补的施工程序 现场平面布置的问题都是可以去考题的 所以这个你要作为核心啊 作为核心 这样我们燃气施工安装的最主要的内容 就给大家梳理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燃气管网的附属的知识点